可是,妈妈不能自私地站着你,妈也不愿意这么做,妈,我错了,妈,我错了,我不生病了,你不要哭,好不好妈,妈,我不会生病了,妈,我不会生病了,妈,我不会生病, 不要哭了,好不好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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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宝贝,你没有不管,你没有,你是学生上最好,最乖的孩子,妈妈愿意有自己的生命,结婚你的未来, 真要,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爱你,真要,你要相信妈妈,妈做的决定,都是为你好的,你要相信, 真要,来,这个拿着,这是妈妈给你做的守护身,这个大的,就是妈妈,这个小的,是你, 没人,以后,我们不在你身边,你看到这两个娃娃,就好像看到我们一样,好吗, 你要到你身边的家,你要乖,要听话,要叫爷爷男男,还要叫哥小姐妈, 我不要叫别人,妈,我不要叫别人,妈,我好害怕,我不要去别人家,真的,妈, 真要乖,别怕你怕你怕,你乖,妈妈会去看你的,你这样乖乖听,爸爸就会告诉妈, 妈就会去看你,你如果不乖,妈就不去看你了,你知道吗? 妈,我会乖,一定要来看我,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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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 跟爷爷道别 爷爷我要走了 再见 别 对不起 我没有能力 无法再陪正阳 只好让我去孙家 让他在姚宗的身边 过上好事 我知道 你在天之灵 一定无法接受这个决定 但是 你要怪就怪我吧 这是我做的决定 我是高家的罪人 请您不要怪妖宗 今天正阳给您上热箱 是最后一眼 以后 他再也不能祈拜你了 请你好好的 看正阳最后一眼吧 他走了 他就走了 爹 对不起 是你原谅我 我对不起你 爹 是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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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这是 这样,给爷爷磕头。 爷爷,这娘要走了。 珍妖儿,秋菊,你真的不再想想吗? 我已经想通了,没关系,反正还能再见面吗? 珍妖儿,跟婶婶说再见。 珍妖儿,乖,你有一个伟大的妈。 她为了你,什么都可以牺牲,所以你千万不要辜负她。 将来长大了,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样你妈的牺牲才值得,知道吗? 珍妖儿,你要坚强,你要比你妈还要坚强,再见。 婶婶再见,妹妹再见,我把我最喜欢的车车送给你。 珍妖儿,你要乖乖,要听妈妈的话,哥哥要走了,你一定要乖乖哦。 你走吧。 来,吃豆花嘞,吃豆花嘞。 来,吃豆花。 吃豆花嘞。 来,吃豆花嘞。 来,吃豆花嘞。 爸爸马上就来了,我们在这儿等一下。 吃豆花嘞。 大嫂,吃豆花嘞。 大嫂,来一碗豆花吧。 要不要吃一碗豆花? 要。 老板,一碗吃豆花。 马上就好。 我吃豆花嘞。 我吃豆花嘞。 小嫂,你吃豆花嘞。 减羊,你吃豆花嘞。 妈,我要和你一起吃。 我吃豆花嘞。 好不好吃 虽然说冬花很甜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冬花不好吃 傻子 冬花怎么会不好吃呢 来 我慢慢吃 这样啊 没关系 你慢慢吃 等一会儿呢 你妈妈跟我一起去 去看看你住的房子 那这样 妈妈以后就可以常去看你了 妈妈真的可以常来看我吗 当然可以了 你不相信啊 你问一下妈妈 妈 会的 我会常常去看你的 嗯 那我就放心了 来 快吃 不是说去接孩子吗 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你别急 你别急 人一会儿就到了 哎 帮孩子准备的进口冰激凌 不知道品种够不够 对了 给他煮的东西和点心都准备好了吗 嗯 准备好了 还有啊 孩子房间里的东西有没有缺什么的 帮我想想看 快点想 啊 哎 娘 你别着急了 那个孩子又没见过什么世面 家里的玩具多的都可以把他吓死了 再说了 你准备那么多吃的 他吃得完吗 他有几个肚子啊 说不定吃惯了那些粗茶淡饭 到家里还吃不了这些好东西呢 你呀 别一个劲的就排斥这孩子 娘劝你啊 好好跟他相处 等你老了 你就知道孩子有多么重要了 嗯 哎 回来了 回来了 哎哟 正阳啊 想死奶奶咯 正阳 你忘了妈怎么跟你说的 来 奶奶好 爷爷好 哎哟 老爷 你听 他在叫你呢 正阳 喂 爷爷以后啊 会疼你的 啊 正阳 别害怕 爷爷奶奶很喜欢你的 要不要吃冰激凌 嗯 嗯 要么到房间里去 奶奶帮你买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哦 要不要去看看 妈带你去你的房间看一看 好不好 啊 麻烦你们 带我去正阳的房间好吗 啊 也好啊 带着秋菊 去正阳的房间看一看 也让他放心 哎 说得对 秋菊啊 正阳的房间啊 你看了包你满意 你一定会放心让正阳在这边住的 来 跟我来吧 来 走 这边 这边 来 这就是这样的房间 来来来 进来 你看 床啊 桌子都是进口的 不会伤到孩子的 哦 来 过来看 这是积木 别小看这些木头啊 他对孩子的脑力啊 非常有益 可以发挥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正阳 这是积木 来 乖 正阳 这个积木啊 可以做好多好多东西 有城堡啊 有森林啊 你想做什么呀 我想做成车车 车车啊 哎 好 奶奶跟你一起坐啊 来 哎呀 我们坐车车 好 来 先把这个搭好 对 先拿车轮子啊 嗯 对 好 哎 搭上车轮子 来 再把车身 来 再借起来 来 车车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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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车车 车车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 哎 哎 车车车 谢谢你 我以前说过一些 伤你自尊的话 我向你道歉 姚总 你留下来陪正阳 我已经吩咐司机 送车车回去了 好的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请你收下 我已经了解了 你是真的爱孩子 所以 请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把孩子当成买卖 给你这笔钱 是因为 我真心的希望 你以后的日子 能过得好一点 毕竟 我们孙家 欠了一分天大的恩情 我不需要 这样是个好孩子 我只求你们 可以好好地 用心地对待他 我就足够了 你难道 连我弟的心意 都不愿意接受吗 我不会要这笔钱 妈 不要 真阳 真阳 真好 真阳慢点 别生了 真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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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我求求你 不要救抢我 妈 求求你 带我回下 我不要 我希望 带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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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你的走了 既然 别生了 爹 不 爸 爸爸 爹 妈 高阳视频 这不是秋菊的生命吗 做得还不小呢 你是阿坤沈吗 你好 你怎么知道我是阿坤沈啊 我们老板说了你的样子 车到外面 我帮你提行李口 好 这十天孩子喜欢吃 记得不要放红红桃 仿佛记得少放一点 但是那样的话保存期很短 恐怕不太好 宁可少耐一些 也不可以为了赚钱 伤害孩子们的身体 知道 进来 林总 秋菊 秋菊 阿坤沈 你先出去 阿坤沈 秋菊 你真了不得 现在半场了 我这一路上 看到你的广告 你的生意还真越做越大了 没什么小加工厂 我听说你把电收了 我正想急着把你找过来 这以后呢 你就跟我住 大家好彼此有个照应啊 哎呀我求之不得呢 你能跟我住啊 我就不用啊 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守着那个房子了 哎呀我太想念念词了 哎念词呢 上小学了 大概现在有这么高了 这么高了 哎坐着聊 来 哎 坐 哎呀我都等不及要看念词了 哎 哎 秋菊啊 看你现在的成就 当初 哎 要是没把正阳送走 现在 也一定过上好日子了 实在不必 我听说 才不到一个月 他们就把正阳送到美国去了 这十年 没再见过他一面 连封信都没有 哎 不过这样也好 可以让正阳早点忘了我 他才不会呢 孩子小 很多事情 可以很快就忘了 哎 哎 宽婶 你看我这些食品怎么样 孩子们会不会喜欢吃啊 哎 哎 一定爱吃 我们南部的孩子就喜欢吃高阳食品 哎 秋菊啊 你的生意啊 一定不仅光销台湾还能外销呢 哎 是啊 是有日本人来看过 他们在考虑进口呢 是吗 哎呀 太好了 那我一定来帮你 你的生意啊 一定会做成 而且啊 会越做越大的 这样呢 就算正阳不在我的身边 他也可以吃到我做的东西 也算是我对他 尽了一点心意 对 我一定才越做越成功 把高阳食品 变成一个成功的品牌